我抓起来 别动 别动 三弟 你受伤了 没事 只是一件皮外伤罢了 二哥 你怎么会来 不瞒三弟 胡老板曾在我生意上 与我有所来往 我深知其为人不端 昨夜又听大哥提起 心中便有了几分代忧 所以今天早上便请示父亲 带人赶紧赶了过来 三弟 三弟妹 先行上马车吧 三弟受了刀伤 赶紧回府中进行疗养 真是多谢二哥了 父亲 你可还好 没事 一点小伤 鸟子可会上药 会一点 在马车的角落 有个白色的玉瓶 使精创药 冬芝 快去 冬芝 快去 冬芝 你忍着点 冬芝 你忍着点 冬芝 早知道 娘就不让你去晨曦了 我的儿啊 你真是受委屈了 三弟妹 三弟妹 三弟手上的伤 是你包扎的吧 亮亮哥见笑了 哪里 三弟妹汇止来心 收一桥吧 三弟妹 冬芝 这几日你好好休息 生意上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赵军 你好好照顾冬芝 若是出了事儿 我唯你试问 放心吧 婆婆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冬芝 快去给夫君包点补汤 是 夫君 从晨曦到现在 你都未曾好好休息 你快先休息吧 等冬芝包好补汤 我叫你 这一路上 娘子也未曾好好歇息 不如一起睡吧 夫君 我不累 能够照顾夫君 这已经是我莫大的容金了 况且 夫君这刀是为我挨的 我又怎么好意思偷闲呢 我看着你睡便好 可是 为夫想抱着你睡啊 夫君 不要了吧 那为夫也不想睡 那成 我去梳洗一下 换身衣服啊 你们夫君稳着难受 嗯 快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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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